欢迎回到欢迎与全世界 这次的美国其中大选 川普这位前总统在11月7号晚上 他宣布在11月15号他要发表重大声明 结果这番话引发了全美的目光 现在媒体还报道说 有可能就是锁定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女主播要选亚利桑那州的州长的雷克 不过现在川普在面临他卸任之后 涉嫌包括打包机密文件 膨胀资产的价值来牟利 还有就是1月6号国会大厦 总共有四大司法调查 师总您怎么看这四大调查 人家也说是四大变数 对于将来要角逐总统大卫的川普 如果他真的出来的话 会成为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这四个案件 政治因素跟法律因素 两个因素纠葛缠绕 讲白了如果他的声望 高的人气高到足以支撑 他成为下一届的候选人的话 说实在的 你再怎么复杂的一个法律案件 对于支持者来讲都是司法迫害 但是万一整个调查的过程里面 真的抓到了一个确切的犯罪证据 一个smoking gun 目前是都还没有 那当然回过头来 会影响到他的政治生化 那我觉得第一时间是个因素 他这四个案件事实上都蛮新的 其中最老的一个案件 调查了三年多 可是这三年多的 也没有正式的起诉 是民事的方面 已经提出了告诉 可是民事就算判决的结果 也不会导致了刑事的起诉 那其他三个都还没有证诉的 那个indictment或者prosecution的程序 都还没有进行 那美国的这种对抗式的司法制度 从英国过来的 其实不是本来就有一套 宏伟的理性的设计 它是透过经验 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的 所以变得很复杂 而且也很零碎化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制度 又比英国还复杂 所以时间会怎么拖 我觉得再拖个三年 再拖个四年 事实上都有可能 最重要的是 目前没有一件在刑事方面 提出确切的证据说 对 你就是有罪 然后检察官的行动 相对的也迟缓 然后对于说 譬如说他那个机密文件 川普有川普的一个讲法 可能你会发现川普的讲法 也都只是透过媒体犯话 他也都没有回讯 最重要的时代不一样了 如果是水门案事件的时代呢 事实上大概媒体说你死了就死了 现在有所谓的社群媒体 第二人不一样 然后说假新闻 对 对 对于川普来说 所有的支持者 都有自己的一个平台 川普也有自己的平台 自己的讲法 所以他已经不是尼克森时代 另外川普不是希拉蕊 川普的态度是 反正我已经够黑了 那你再给我某一个黑 对我的声望来讲没差 那不像希拉蕊 希拉蕊那时候的 邮电门的一个事件 后来联邦调查局 不认为他有罪 可是当联邦调查局 被逼着说 对我们有在涨压调查的时候 对希拉蕊伤害就很大 因为他的形象 跟这个案件 所谓的司法犯罪 这个落差很大 那川普不怕 他本来就争议很多 对 也就是说对川粉来讲 其实就算有证据 就是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对 那这次你说像 现在的选举跟过去的选举 真的不一样 包括这一次的其中选举 我们看到 亚裔的候选人 是打得非常的凶 加州菊俊的这个 众议员的选战当中 甚至还打出了抗中牌 反中牌 韩裔的候选人 叫做蒲英朱 他就打这个对手 华裔的陈介飞 说陈介飞12年前 在当地曾经推动 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 他还特别说 就在竞选广告里面说 陈介飞邀请中国 进入我们孩子的课堂 明显就是打出这个抗中牌 但不只是美国 现在包括很多 这个国家在打选战的时候 选举策略当然是越来越多 可是打抗中牌 老实觉得是意识的现象 还是依照现在 包括美中的对抗 这么的激烈 未来在很多的选战 尤其是加入 这个意识形态的选战 进到这个国会之后 那这个选战的发展会怎么样 还有这些对于美国 将来对中国的政策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想负面选举 其实越来可能最近 可能比较popular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韩裔的 去控台裔的候选人 其实最早跟他选区 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抹红就说 你跟共产党 跟中国有关系 或者是你对共产 对中国的政策太过软弱 其实都是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个险区 其实会有这个胜算 因为最早是 这个加州的这个险区 因为是亚裔的人很多 特别是有一半是这个 大概是越南裔的 那越南裔早期这个被 共产党赤化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对 共产党这种非常排斥 所以这里面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那有用的话 如果说这一次可以得逞 那下次是不是可以再这样做 那我觉得 那对长期来说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 其实不管是美国 从这个布林肯 从早期的这些 这些目前的人 他们第一个是把 苏联视为是一个 第一个主要敌人 但中国呢 视为是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所以美国现在呢 他的这个媒体里面 这个民意调查 发觉有70%认为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 所以这是一个从众策略 大家跟着民意走嘛 所以我抹红如果可以生效 我将来就有继续抹红 但是呢跟美国政策有关系 你看川普的时候非常的贸易战 到了拜登转成科技战 技术管制更严 那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金融战 所以贸易科技金融战 特别是呢大国的博弈 这个叫休斯底的陷阱 除非分个胜户 或者我觉得会纠缠着 这个大概是十年之久 所以呢我觉得这 可能不会是意识的现象 恐怕在未来十年 都会围绕着这些东西 但是呢当然是 在跟你的险区有关系 如果险区可以左右这个东西的话 就特别是有华裔人多的话 但是呢实际上是对 是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跟中国有关系 你就限制了你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这个其实来说 是不好的策略了 我提到这个族裔 这是选举当中 我们也看到族裔的板块上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是华尔街的日报 华尔街日报 他们有一个民调 就发现说呢 在过去 这个印象是非洲裔 也就是黑人籍的 非洲裔 拉丹裔有些有色人种呢 会比较支持民主党 不过这次的民调就显示呢 在拉丹裔的选民当中 民主党的支持率 只领先共和党五个百分点 非洲裔的选民呢 比起2018年的8% 这次呢 有高了到17%的 这非洲裔的选民表示 他们会选择共和党 那这样的一个 在族裔上 族群上的变化 那郭伟员怎么看 就是说还是跟 经济有关 跟通膨有关 最主要的原因吗 这个很复杂啦 因为你如果是用 因为拜登民调太差嘛 拜登39到43都很低 那拜登本来黑人的支持度 就比欧巴马要低很多 所以黑人选票流失是合理的 因为你拜登就拿不到了 别人怎么会拿得到 所以 那如果你这个个别的候选区 你的候选人又是白人 那当然就有可能拿不到 对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别而定 这次是让他流失最多的是LATINO LATINO民主党流失很多选票 还有住在郊区的白种妇女 那 我觉得这两个主要是经济 比较明显是经济 那 LATINO当然也包括他那个 边境的问题他没有处理好 对 不过我觉得这些议题都显然没有压过反川普 所以这次杀出来的就是这个反川普牌 对 因为还是仇恨动员 从现在这个结果论来看的话确实 像您刚刚提到共和党这次不如预期 因为先前大家觉得说 而且那个抹红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 不是这一次啊 你是行之有年事 以前也反俄啊还有反某些国家啊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啦 所以你不要以为越南韩裔 做这个动作有什么奇怪啦 市总您看共和党拿下这个众议院 然后呢拜登先前推出的包括一些政策也好 就是说他被调查还有包括他接下来 他所推出的政策有哪一些会 最直接先受到影响的 您觉得 我觉得首当其衷的事实上是乌克兰战争啦 美国虽然没有派兵到乌克兰参战 但是美国投入了很多资源 而且在外交上美国也极力动员欧盟诸国 事实上欧盟诸国面对乌克兰议题 跟美国并不是那么齐心齐力啦 那你要欧盟支持美国的一些动作的话 那美国相对的也要付出一些成本 那马卡提前一阵子已经讲得很清楚说 他绝对不会为了这个问题 开一张空白支票给民主党总统 也就是说包括这个议题他会检讨 那说实在的拜登在一些议题上面 我个人觉得他有一些确实的作为 比如说对于退伍军人的健康福利的问题 对于企业征税以及国内社福支出 等等的一个问题 对于经济问题 有分析是这样认为这样子 尽管拜登的声望差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拜登的作为的话 美国的通膨事实上是会更早 那无论如何 拜登相对的一个弱势 那这个是给了反对党 一个非常好挑剔的一个 一个机会 对而且掌握了众议院 掌握了很多法案的议题设定 所以我觉得拜登的好几个事情 乌克兰战争气候变迁 因为拜登扬眼总共要投入3000多亿美元 在气候变迁 那Cup 27正在举行 这牵涉到拜登的一个承诺 这个也一定会相对的很受到的影响 然后它的涉服支出 是其中选后 其实大家也会看到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但最直接的就是美股 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进入行情 或者说它的行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动 这根据Capital Group资本公司 追踪1931年到现在 美国大盘S&P500指数发现 不管结果如何 每次其中选举之后 美国的股市通常都是上涨的 所以王老师我想请教 因为也看到Morning Stanley的一个分析师 他认为说如果共和党胜选的话 将会额外替美国公债殖利率走低 还有美股上涨提供这个前化的催化剂 那如果共和党是大获全社 不过现在看来是不如预期 是小胜 如果大胜的话 就会是增加财政支出冻结 还有最高预算赤字下调的可能性 从目前我们所看到 掌握到的结果 未来美股还有包括债市的影响 后续观察 因为我们通常 第一个就是嫌举 就是一个不确定性 我们经济里面常常讲说 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利空 现在就算是利空的话 你跌完以后会反弹 所以不确定性消失以后 其实其中嫌举 通常会有航旗 第二个是共和党胜选 我们就必须要讲说 共和党是一个比较小政府 所以他的选民都是比较百里阶级 比较有钱的人 所以他其实是支持自由贸易 还有减少福利支出 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所以如果他胜选的话 第一个就是财政支出 可能会比较保守 保守的话一般来说跟通膨就会比较低 通膨就比较连接 通膨低的时候 因为通常一般在买公债 你对特别是五年十年级的公债 你对未来通膨是很敏感的 所以通膨降低的时候 你才敢去买债券 债券的话就比较吸引力 所以如果共和党慎选的话 债券会比较有吸引力 如果通膨控制的好 利率不会涨那么多的话 对股市也是比较有利 所以最近美国很多债券投资 鼓励大家去投共和党 因为这样子的话 债券股市比较容易上来 不过我们必须要说回来 这是一个短期效应 短期的 因为这个长期来说 因为美国现在通膨还是很厉害 还是要干基本 它的核心竞争 它美国现在通膨还有8点多 它的核心这个物价 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还是在6点多 所以通膨居高不下 加上它的就业市场 还算是热络 所以看起来 这个要升息恐怕都是 不容易马上降低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 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